那么就在全球媒体聚焦中国大陆H7N9疫情 各国专家也在努力研究对策 中国大陆的民众时刻关注并为之担忧的时候 一名中共空军的大校呢在微博上公开发表了 对禽流感不要高调死不了几个人的彪悍观点 这遭致网民们骂声一片 又被评论人士指责为反人类的言论 4月6号晚上 微博出现了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的微博 上头写着 对于最近风靡的勤流感 国家高层部门一定不要高调 否则就会像2003年的非典那样上当 死不了几个 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而发表如此观点的就是 既担任中国国防大学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 又是解放军将领的中共鹰派空军大校戴旭 这番极端言论使得这位大校很快成为了全民公敌 网络舆论出现一面倒的斥责声 他是混蛋 他是场宠物 他不是人是魔鬼 他胡说八道 他为了自己的官职啊 闭着眼睛乱说话 这是中共的渔民宣传的结果 空军大校吧 其实也非常顺从地接受了中共的渔民的宣传工具的宣传 然后他才会有这样愚蠢和无耻的这种言论 评论人士和微博名人纷纷发帖指责代序是人命如草芥 已超出了做人的底线 是反人类言论 是对民众安危和公众智商的嘲弄 作家李承鹏 北京法学者徐昕及财经媒体人罗昌平都表示 代序必须引就辞职 并向逝者家属道歉 实际上这种宣传呢 这种完全没有道理的比较 是中宣部长期以来做的一个洗脑的一个方法 很多人对他这种洗脑给迷惑住了 就掩盖了他 中共一个是末世生命 第二个就是他不负责任了 如果用这种方法去比较的话 任何一种对人民构成巨大生命危险的疫情也好 或者其他灾难也好 他都可以这次不管推卸责任的 而有的网民列出了中共官员曾经发表过的 类似的反人类言论 以此来表达对中共末世生命早已司空见惯 网友施奇远写道 40年前某魔头说 打核弹中国做好死一半人口的准备 10年前有少将说 中国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 5年前有人说 宁可台湾岛长草也要收复台湾岛 现在戴旭说 秦流感死几个人 连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是你们太大惊小怪了 面对各方的合力围剿 戴旭火速删除了这条微博 并在凌晨时重新发布制定 但里面少了一句 死不了几个 连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戴旭的微博还提出 西方反华一谋论 同样受到了抨击 他说 当时美国为了打伊拉克 怕中国趁机采取其他行动 所以对中国使用了生物心理武器 中国举国乱作一团 郑重美国下怀 现在美国故技重施 只要中国一出现 对老百姓的灾难性的这个问题 他不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想的 怎样去积极的去呼吁 政府去关注民生 去解决 而是马上就用所谓的反华 阴谋 斗争 这样一种理念 去思考问题 去发表言论 一位网民夏商表示 在这些军棍眼里 百姓如蝼蚁 美国也有鹰派 但强硬的对象是敌国 要消灭的是敌军 目的是保卫祖国和国民 而不是消灭同胞